警方发射催泪弹 现场烟雾弥漫 民众四处逃窜 还有人瘫倒在地 约两千名印尼大学生在国会前聚集示威 遭到警方出动催泪瓦斯和强力水柱镇压 而示威原因是近来印尼民生用品 特别是使用油的价格高涨 加上总统左科威可能延长任期的传言不断 才会引爆民众强烈情绪 根据印尼宪法 总统的任期是一任五年 可以竞选连任一次 一共十年 左科威在2014年首度当选总统 2019年成功连任 因此依法不能再选 左科威的任期将在2024年期慢 但近期不少印尼政坛重量级人物发声 支持延长他的任期 甚至有人提议修宪 或是延后大选 不少大学生认为 这些想法都违基宪法精神 因此在国会外抗议 批评总统贪恋权威 最近的民调显示 有超过七成印尼民众 反对让左科威延长执政 而他对于政坛支持修宪或推迟大选等说法 原先一直不愿发声表态 遭外界批评态度暧昧 终于在10号要求政府官员不要再讨论相关话题 避免引起舆论揣测 同时坚称 下届大选会如期在2024年2月举行 但仍有批评者不买账 痛批左科威的驳斥已经太迟了 《环宇新闻》 陈静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监助把网络合报道 参想环宇新闻